下面进入我们第二个话题 就是性的人权视角 性道德多元化 使我们对于道德 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了 对不对 确实我们人类说 这是道德的 这是不道德的 他道德你不道德的时候 我们谁能够给出一个 道德定义的标准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很难有 那么什么才能是一个清楚的标准呢 那就是人权 人权可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准 所以有了这个标准之后 各位将来你评价一个性的现象 或者说一个性的行为 一个人的性的时候 你只要看一点 他有没有侵犯到人权 有没有违背人权 如果没有侵犯别人 他自己怎么搞都是他的事情 这一点对我们未来理解性的多元 和我们将来处理肯定性的咨询法的时候 非常非常重要 记住 他没有侵犯别人的事情 他自己怎么搞 或者他家里怎么穿衣服 是一个性质的 怎么吃饭是一个性质的 所以我们要准确的来了解一下人权 人权理解他的时候 必须把它和普通的权利进行区别 怎么来区别 人权是什么 人权是与生俱来 与死俱去 人人平等 不可剥夺 不可转样 不可放弃 每个人生下来 无论你是男的 女的 高的 矮的 胖的 瘦的 黑的 白的 圆的 扁的 细的 粗的 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 你都拥有同等的平等的人权 而且你说我不想要这人权 我想给别人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或者说你的爸妈替你管理你的人权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或者说你的老师推理管理人权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不可剥夺 不可转样 这是人权 性人权是人权的一部分 所以性也是一样 性的人权是与生俱来与死俱来 不可剥夺 不可转样 普通权力不一样 普通权力是身份权 角色权 它是后天赋予的 它有义务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是 没有绝对的权力 权力一定要和义务结合在一起 各位 这指的是普通权力 或者说身份权 跟人权没有一点关系 人权不需要你履行任何义务 你生来就有 只有普通权力 角色权 你才需要履行义务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各位在这里听这门课 你一定是在网上报名了 对不对 甚至你是交费了 对不对 那就是你的义务啊 那就是你的义务 你履行的那个义务 你获得了一个学员的身份 然后你来听这个课 所以你看 你的权力和义务 听课的权力和你缴费的义务 这两者是相等的 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后天的普通权力 角色权 人权不是 人权没有 不需要你做任何义务 你就有 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个最大的挑战是 如果说人权是与生俱来 不可不得不转 你想做什么 都可以的话 那么性真的是人权吗 有些人就反对这一点 他们认为性不是人权 而是角色权 他可能没有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理解的 比如说 当我们说 不能发生婚前性关系的时候 那个性是人权 还是角色权 角色权 当我们说 不能有婚外性关系的时候 那个性被理解成人权 还是角色权 角色权 他假定的是 性和你伴侣 或者老公 或者老婆 就你那个 或者丈夫 或者妻子的那个身份 捆绑在一起 所以说 人类历史上 常是起来 一直把性 当做了角色权 就是夫妻之间的 那个角色的 才有的权利 这影响了我们 很多的价值观 比如说婚前性关系的反对 会外出轨的反对 等等等等 这种主流的价值观 其实蛮强烈的 我们说 其实呢 检讨一下 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律 那么性 到底在中国法律当中 是角色权 还是人权 你只需要看到 中国的法律当中 至少 1949年之后的 国家法律里面 从来没有 通奸罪 你就知道 性是人权了 为什么 通奸罪是什么 夫妻当中 一方出轨 然后法律干涉 为什么要干涉 因为你侵犯了你配偶的权利了 所以通奸罪的设立 就是因为假定了 你的性是属于你的配偶的 所以你不跟他做 就侵害到他的权利了 所以去干涉你 要处分你 对不对 但是中国的法律没有 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 中国修改婚言法 有学者提出来 我们在婚言法里纳入配偶权 就是说配偶有相互忠诚的义务 当时李恩和 马亦南等等 一些学者在反对 他们的一个反对的一句话 我印象深刻 他们说 如果有配偶权 就等于说 一旦你结婚 就你身体的某一器官 你的伴侣拥有了 唯一的独家的 专有的使用权 你把你的身体的这一器官 给了你的伴侣了 而这就违反了人权 而在2004年 我们的宪法当中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使称人权入宪 所以你看 性至少在中国现有的法律当中 它不是一个角色权去管理的 而是属于一个人权 但一定有很多人不舒服 觉得怎么可以这样 伴侣出轨真的没有伤害到别人吗 明明伤害到伴侣另一方的感情了 他明明很痛苦很受伤害 好 这就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人权包不包括我们的情感受到伤害 这其实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例子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一个课上来分享同性恋的时候 我的学生跟我说 这个同性恋是没有伤害到我 他没有直接打我 或者直接拉着我去做什么 但是我一想到他们我就不舒服 他伤害了我的感情了 伤害到我的价值观了 让我很不舒服 但是不要忘了 你认为同性恋让你很不舒服 这种观念也伤害了同性恋者 所以人的价值观是多样的 就像我们一开始谈到 而人权的保护 不保护价值观不受伤害 因为我们尊重不同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恰恰要保护价值观的多样性 尊重价值观的多样性 只要没有直接去伤害 就不是伤害 所以配偶出轨这件事情 用性人权的理论和视角来看 他被出轨一方 那个痛楚是来自于价值观 那个价值观认为性应该忠贞等等等等 我们以后的亲密关系的课程当中 我们还会分享到很多伴侣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们挑战了这个价值观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那个我们未来再来讨论 我这里只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性人权的角度 我看性是人权 而且不是配偶权 不是角色权 不是身份权 好 那么性人权到底是什么 性人权其实就是性自由权 性平等权和追求幸福权 性自由权是什么 我随便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不能伤害到别人 我如果侵犯了别人的人权 那就不可以了 所以性人权的实行 不能够侵犯到别人的人权 另外就是性平等权 什么是性平等权 性平等权 不论我怎么做 我都是平等的 换言之 异性恋和同性恋是平等的 单偶制的伴侣和多偶制的伴侣 他们是平等的 当然在现行法律当中 可能有一点点不平等 好 还有追求幸福权 每个人都有获得性的快乐享受的权利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各位留意 这是我们未来讨论到亲密关系的时候 讨论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都会用到的 性自由权 性平等权 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个理论的课 只是把这些理论抛给大家 然后没有时间来分享 具体的实践当中 怎么来用它 但是这些理念非常重要 因为你不同的理念 就一定指导你针对一个来访者 采取完全不同的一种态度和价值观 但前面有一个条件是 我们认为那个价值中立 长期来说的价值中立 可能是并不一定总能做得那么好的 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我个人认为绝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现在抛给各位一个问题 假设一个来访者跟你说 一个男性来访者 我跟我的女儿有性关系 你现在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下流堕落 报警 还是什么 用我们刚才分享过的 性人权理论 你应该怎么来思考这个案例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各位可以作为一个思考题来 思考以后在我们的 未来的课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 好 我们说性人权不是目的 性人权恰恰是为了保护人的尊严 保护每个人的身体权 是对人的个体的最大的尊重和爱护 如果我们从道德的视角看 性 个人的性应该被干预 而如果我们从人权的视角看 当一个个人的性 只要和别人没有关系的时候 没有影响到别人的人权的时候 他完全不应该被干预 社会和政府不应该干涉每个人的性 如果说这些他的选择伤害了某些的价值观 那一定要记住 那不是对社会的伤害 因为他的价值观可能还在伤害着别人 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 一定是尊重彼此价值观和私人生活的多元的社会 好 我们到了总结性人权和性道德关系的时候 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符合性人权的性道德就是好的道德 违反性人权的性道德就是虚伪的道德 伪道德 坏道德 其实在联合国 在国际社会有多个公约都尊重和保障性的人权 他尊重强调每一个人的性的多元选择的自主的权利 刘摩